來 好 各位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健康好簡單 首先歡迎今天的觀眾求救兵團 還有兩位專家 好 最近熱門的話題 都是跟總統大選有關的啦 那總統大選 你又跟我們節目有什麼關係呢 有的 有一位這個副總統候選人呢 前一陣子聲稱說 他一直遭受到電磁波的攻擊 那電磁波到底對我們身體 會產生什麼樣子的影響跟危害呢 事實上呢 現在科技越來越進步喔 我們周遭充斥著很多的電器用品 這些電器用品到底 這個電磁波會影響到我們多少呢 那哪一些的電器用品 電磁波是比較多的喔 我們今天就跟觀眾朋友來 一起討論討論 首先我們有一個數據表來看看 到底這些電器用品 電磁波含量有多少 好 我們來看這些電器用品 都是我們在家中經常 可以看到的 經常使用的 日常電器用品 液晶手提電腦 咖啡爐 傳真機 電韻的 錄影機 音響 電視 電冰箱 冷氣 洗衣機 電鍋 影印機 吹風機 吸塵器 手機 微波爐 電弧刀 電台 還有什麼 你家裡都... 你不可能拿電弧刀來刮腿毛吧 還有烤箱 烤箱也是 對不對 對 手機 就是只要有電 大概就有電磁波 電燈也有電磁波 對 電燈也 只要通過電流啊 只要電流流過去 只要有插電的都有 對 只要有插電就有了 那如果裝電磁的呢 也有一點點比較低 電文化一點 所以要不然... 所以為什麼我們常常叫說 把插頭隨手拔掉 對 不僅是要省電 也是減少電磁波 好 那這麼多的這個電器用品呢 請觀眾學衛兵團 我們來寫下來 你們覺得 哪一個這個電器用品的 電磁波的量 最強 最高 好 請作答 好 我們請量答案 好的 微波爐 電弧刀 微波爐 手機 電鍋 電腦 好 我們從電弧刀 電弧刀怎麼會強呢 對啊 強也知道不會很強 對啊 對 因為我們幾乎每天都用它了 其他也都沒有這樣 結果我們覺得不強反到最強 好 玉琳媽媽 微波爐 我也覺得是微波爐 對啊 對 你看那微波爐一給它 生的可以變熟的對不對 嗚的時候它就嗚 那個聲音就已經很恐怖 對 而且你冷凍的東西 一下子就還可以熱騰騰的 可見那個威力多集中 所以我每次都把它一放棄 給它開動就趕快閃到 就趕快跑 好 顧炫 你是手機跟電腦 對 我跟電鍋一樣是手機 電鍋啦 沒有啦 手機跟電腦 我媽咪說以前有人就是 因為睡床頭嘛 有很多的影響啊 什麼電腦 對 然後有時候加上 讓我有時候電腦開了不關 然後我媽說有人因為這樣 有得一些可能電磁波的系列的病 類似腦癌或是什麼之類 我聽了就覺得很恐怖 好 易經手提電腦 對啊 就電腦啊或者是就 那叫什麼 notebook叫什麼 叫那個 機器型電腦 對… 因為你常常要什麼接收E-mail 然後你要發東西給別人 就會有很多電磁波 來 電鍋 因為我覺得電鍋 你要把那麼多的米 然後硬生生的把它煮熟 這跟他有關係嗎 所以他應該很強吧 因為為菠蘿煮不熟啊 他是用蒸氣來把它煮熟 不是用電鍋鍋把它煮熟啊 我是為菠蘿煮不熟啊 那以後蒸發貴的時候 我發現這麼小東西化成這麼大 我們在做菜 所以我覺得電鍋 好 我們現在趕快就來看看 我們這個檢測出來的 這個參考數據 到底這一些電子用品 它的電磁波到底有多強 我們熟易經手提電腦開始看齊 來 EMG EMG 咖啡爐 EMG 不懂耶 還沒看到下面不知道EMG 對...這好像是最基本的 OK 好 傳真機 2MG 有高一點 預備囉 傳真機 這一道 3MG 所以傳真機 還比較少 好 錄影機 跳到2MG囉 音響 20 你看我會不會音響 都不讓它這麼高耶 跳到這20耶 好 來 電視 20 天啊 電冰箱 20 冷氣 20 好 來 洗衣機 洗衣機也有 3 電鍋 來 來 電鍋 電鍋 40 好 來 比他阿姨的飲機 40 好 來 吹風機 它是這麼高耶 這麼高 吸塵器 200 沒錯 手機 200 微波爐 200 電弧刀 100 電毯 100 好 可以 好 前三名是 吸塵器 手機 微波爐 天啊 這女性的殺口都比較大吧 對 吹風機其實是也滿高的耶 所以吹風機我們覺得是滿高的 因為我看過一個報道 就是吹風機 我們一直都希望頭髮乾嘛 對不對 所以我記得有一篇報道 這就有點跟那個手機一樣 手機一定都是很靠近 我們的頭部的 所以它的危害很大 像我們用吸塵器好了 你頭絕對不會鑽到那個吸塵器 那邊不洗嘛 一定離很遠 大家不要忘了 那個電磁波跟它的距離 跟它的方向 跟它的部位還是有關係的 那這些東西一定是 你越接觸越近 或者是它方向對著你 所以它會比較強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你看 比較高的微波爐 我剛才講的玉琳阿姨 絕對不會把頭放到微波爐裡面 去 對不對 可是其他這幾樣 像吹風機啦 手機啦 所以為什麼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一直說 手機的危害... 因為它太貼近我們使用的部位 對 另外一個大家可以看到 刮鬍刀或者是吹風機 就滿近的 但是還好刮鬍刀大概只是刮一下下 而且大家講的這個是電動的刮鬍刀 所以我們回到原始的那個手動刮鬍 可能就沒有了 所以它第一個大家就要知道 它雖然有這樣大的電磁波 但是你還要注意 它使用的頻率 還有它的跟身體部位的接近 像你刮鬍刀可能 一個禮拜刮一次吧 你幹嘛指摸 我也...我10歲才刮鬍 不...18歲刮一次 對 我再刮一次 可是你手機可能 三、五分鐘就接了 對不對 所以人家是講說這個手機 對於小朋友的危害很大 所以我們有很多地方 對 都規定 國中以下是不准用手機 其實不是讓他們說 不准在學校變壞 而是說因為會影響 對... 那其實現在有很多人會用藍牙啦 或者是用一個那個耳機 接線耳機 不要那麼直接靠近的 其實我跟你講 這裡的危險性在哪裡 好 我們現在排行房 是手機 微波爐跟電弧刀對不對 像我的床頭上 有兩項危害 一個是手機 一個是電弧刀 雖然不是我用 我老公用 可是它的危險在哪裡 我們是不是很喜歡 在我們的床頭上充電 對 當你在充電那一剎那 其實是電磁的輻射量最高的時候 所以大家建議說床頭 都不要擺任何東西 那我老公很喜歡 在床頭擺電弧刀插電 我也就不知道為什麼 它是半夜突然醒來想 這樣刮牙 我也不刮藝毛啊 奇怪 它很喜歡在那裡充電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說 你當你在充電的那個時候 是電磁輻射量是含量是最高 所以不要說靜止 靜止當然是沒問題 沒有 插電都沒有問題 你只要在待機 OK 待機的狀況之下 它的這些輻射就會跑出來 不知道有沒有做那個研究就是 這個電磁波是多遠的距離 我們是可以避免的 那是不是這樣很容易 受到這個輻射的影響 像剛剛珍珍講 什麼東西如果能夠被煮熟的話 那老我覺得就是一個